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年的低段转落当时给庄熟松打得非常的这个措手不及 低段转落也是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技术在擂台上出现 所以呢这场比赛呢是整个今天比赛能让我个人对为期待一场比赛 我们要特别值得说明的是伊瑟波仁是传统武术空手道的练习者 我们能在他的技术中看到如何把传统武术运用在机船自由搏击擂台上 对于中国武术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我们看看他我们怎么能够把中国武术的技术用在擂台上 伊瑟波仁是多年训练急针空手的选手 急针空手也是松涛流下手的 也就是我们控制到四大流派最老的流派之一 对简单说就是那个砍牛角的那位大师 他创的这个急针空手道 大善备打 伊瑟波仁的风格呢到目前来 这个这个追击有一点这个违规的嫌疑啊 对对对刚刚倒击的时候对 这个王欣那是20岁拿下2015年自由搏击60公斤冠军的 一直在泰国训练可以说这是一个泰拳式自由搏击和康尔涛式自由搏击在擂台上的一个对抗 对伊瑟波仁自己并不全你看看又开始了又开始了低端中落 哎继续拿后脚跟从上往下从外向内的勾击对 所以叫镰刀腿漂亮 彤彤的一个王欣有传统武术的背景对 对这是这是 哇泰拳的带摔 王欣的整个的训练模式还是主要是在泰国 所以泰拳的影响是比较大 后手扫踢 有一个特别重要一个特点 他对于距离的把控特别好 但是在今天王欣很聪明 王欣始终没有给他一个 他的镰刀腿和拳法结合这样一个具体 就是这个具体 现在是现在是 王欣很聪明啊 推出退到卫生之外 当时跟庄树松打的时候 就庄树松用低扫跟伊瑟波仁换这个坎踢 结果这个在中距离因为泰拳的扫踢发挥不出来威力 对 所以导致这个后面的中击 我们看顶膝坎腿都是在对方的这个大腿外侧 也就是股四头肌外侧的这个位置 而且他的这个腿法的时候啊 放胯的角度平没有那么短 也就是说自己的这个上身啊 距离对手的上身要更近一些 因此拳法的联机会更快 没错 这个日式的踢拳这种粘着性 点拳法加点锡 伊瑟波仁瓦点锡换成了低段中落 我们看后手两个前摆 后摆前摆 但是王欣这个意识 转身边权这个反击的意识 我们看低段中落 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武术里实际有类似的技术 比如说泳春权的蓝门角 但是在我们选手中能用上的真的是不多 这个王欣对这个转身腿的这种喜好程度特别高啊 但是转身动作一定要小心 你至少有二分之一的时间是看不见队上的 没有实际 你看这个近距离的时候 这种镰刀腿啊一定程度上也是 泰拳吸气的这种效果 对 而且这个镰刀腿正好是克制了泰拳的低扫 泰拳的低扫是需要中距离较远的距离 而这个中距离较近的距离 泰拳的低扫几乎没有伤害 没错 没有施展空间 没错 王欣也是用震灯把对手的距离控制开 迪泽波人等于正好打在了一个泰拳 在这个距离几乎没有进攻的方式 这个距离最重要的去进攻方式是 但是镰刀腿可以那么打 如果用镰刀拳的打对方屁股 所以就是说 所以说在这个距离主要是靠拳法来进攻 而泰拳手反而不擅长这种动作 因为泰拳在放胯的时候 这个腿打出一个距离身体侧身 一定要扔出去 自己的这个手离对方的头部其实很远 很远也说 那么练的时候其实相当于说 所消耗的时间会更长 对 没错 而他这个腿法你看并不放胯 或者放胯角度更小 那么因此呢 自己这个拳法连击 其实整个需要的体重也小 没错 但是刚刚看到这个王欣表情非常痛苦 你看 左腿就是这个地方 左腿就上了 对 那这种低段的肿落在我们的比赛中 其实别说实在我们在全世界的比赛中 这个技术用的都比较少 对 而伊泽某人版这个技术可以说发扬光大了 而且他的这个真的是持续的 对某一个部位进行持续的伤害 无孔不入的伤害 嗯 我们看在第一回合 伊金王欣已经受伤了 对 而我印象中 张如松是在第三回合才扛不住 那这种累积性的伤害 对古刺头肌的伤害是不可逆的 对 可以说在短时间内是无法修复的 没错没错没错 其实大家可以找一下这个感觉 就是有时候你被一个硬物突然一下頂到了一个大腿 你可以找一下这个感觉 他那个动作本身呢 其实伤害单次杀伤并不大 心势亚强 他的接触点要比扫踢 接触到他的大腿上的点要行 因此亚强会更大 对 好现在是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 伊泽某人绝大多数的战术就是 你用远腿的时候我防御 然后我用拳法开始开路 只要进到我中近距离 我就腿就开始点你 对 一旦你的这个防守的这个重心啊 在自己这个头部防拳的时候 我这个腿呢就开始勾扫你了 而且日式选手对于中距离和中近距离的这种 连续进攻的意识和他们这种核心肌肉的控制 是比一般的选手要好很多的 对对 所以呢其实我觉得伊泽某人这个选手 特别重要一点 我们有时候会注意到他的镰刀腿 和特殊的传统控制造的腿法 我们看他怎么去把控距离 我们知道很多移动特别好的选手 我们会看到他移动 跟步验一样 可是他粘住对手呢 是把这个进攻和防守的动作 和步伐移动连在一起的 他始终跟对方保持一个特别近的 适合他自己的一个距离 就是让你发不出力的距离 对 我们看伊泽某人现在的战术太不清晰了 没错 我永远要攻击你的腿 是 就是那个点 拳也可以 腿也可以 我就不打你别的地方 大家可以现在再看 就是你前面这条支撑腿 就是王欣前面这条支撑腿 无论你的拳 我的膝 我的脚 全都奔着你那个地方去 是是 那这样王欣如果再不改变自己的战术 我估计第三红分可能站不住 哇你看又是又是 而且双方在分开的时候 这个距离还是给他腿上 不行了 不行了 那大腿五次投击的伤害是不可逆的 有点站不起来了 这就是所谓的射人先射马 看看还能不能坚持王欣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有点悬了我个人认为 你看 不行了不行了不行 你看这连续的低扫 其实每一个嘴反 你看他并没有放话 只是把腿甩过去 单击力量并不重 但是连续打起同一个点 对这个点的杀上效果就是非常非常好的 你看现在王欣 这个大腿肌肉已经完全丧失功能了 一泽坡人在去年的比赛 实际并没有发挥的这么好 在最早更早一些的比赛 在深圳的比赛 一泽坡人的低段肿落 就可以说是给所有的泰式选手 造成了巨大的麻烦 对 到目前 我跟那个练习泰拳的选手去商量 研讨说这个低段肿落怎么防 他们最后给我的一个无奈的方法说 就跟对方换好了 用我的冲息 他因为泰拳有自己的这种膝尖的冲息 冲对方的大腿内侧 然后对方用一个低砍 我们用一个冲息这样跟对方换 我们看慢镜中这种低伤 连续 连续 一续传说 他并不像泰式一种扫地 对 二续押进去 不需要的 第二续 来方 1分52秒 TKO换上 有请尊敬的 也是中国的骄傲 世界品测冠军 品测王子 李小双先生 麦威尔美金生物科技有信公司总训长 和平先生 掌声祝货 谢谢